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主题略探时 今天我们继续《圣周默想》第三日 话说这个第三日就是变华日 变华日的原因就是 那天耶稣受到犹太人的质问 他们一直,尤其是宗教领袖 就怀疑质疑耶稣的权柄 而在那天如月节的羔羊 其实必须是无下无痴 是通过各样的检验 而耶稣亦在橄榄山中 说了末世许再来的预言 我们看看今天的内容 《马可福音》12章1-12 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笔 画了一个压酒池 蓋了一座楼 造给玄户 就往外国去了 在这里 其实是承接着之前 耶稣在圣殿里 看到他们做买卖 完全不像样 这帮宗教领袖 竟然将圣殿变为一个财窩 然后这里 也有更多说话 提醒他们 这里说到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这个人当然是指天父 葡萄园 通常都是指以色列的群体 那帮百姓 等等 是神一手悉心地栽培民族 在这里说 他周围圈上篱笔 即是 可能指到 靠着律法和神的律例典章 其实是保护他的指纹 而又画了一个压酒池 你看到压酒池 就是收下来的葡萄 他就会经过 如何制造 然后就变成 可以供人饮用的葡萄酒 而当中 这个主人又盖了一座楼 可想而知 这个楼 其实就是 由些坚固的石头 去堆聚而成 他好作给这个圆主 或者在这个圆里的租户 什么也好 可以守望 看守 在修城的时候 遇到其他野兽 或者有洞察 什么东西来偷 或者毁坏 而这个主人 这个葡萄园 是他悉心地建造起来的 他将这个圆子租给圆户 可想而知 他们很相信 他很相信 那些圆户 可以帮他悉心地打理这个圆子 而当然 很自然就会想到 你是一个租户 適当的时候 当然 就要你有所收成的时候 再交租 于是 他就这样 放心交给他们 他就去到外国去了 到那时候 打发一个伯人到圆户那里 要从圆户收葡萄园的果子 圆户拿着他 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再打发一个伯人到他们那里 他们打伤他的头 并且凌辱他 又打发一个伯人去 他们就杀了他 后又打发好伯人去 又被他们打的 又被他们杀的 在这里 就说到那个主人 到了时候真的回来 就要收租 以及那些葡萄要收成 在这里 当他 当然不是自己出来收钱 或者是收那些葡萄 就是派一些伯人 去帮他做这个猜市 怎料那些圆户 即是那些租户 他竟然抓住主人 猜派来的侍从 或者是伯人 将他打了一身 然后 什么都不给 让他回去 然后 竟然又打他的头 又凌辱他 然后再来 甚至杀了 那个猜派来的伯人 看到吗 这里你发觉 那些圆户是越来越升级的 由最初 只是抽着他 拿着他 打了一下 打了几下 然后 打人家的头 极其侮辱 然后 再杀了 哇 真的 不能回头 不单止是这样 还有很多 很赖的仆人 都是经历这样的遭遇 其实在这里 耶稣是藉着这个比喻 去告诉那些宗教领袖 历代 在以色列这个民族 神是挑选他们的 神是栽植他们 栽培他们 用神的话 在西乃山上的律法 还有那些律例典章 为什么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不是很好地栽培那些百姓 但是 这一重重的说话 的教导 本来是保护整个民族 但是他们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 也有人信从 以及心里面 对神的敬畏之心 可能是消减了 又或者是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不是每个都那么忠于上帝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犯罪作恶 于是在历世历代 特别在旧约的时候 神就猜派了很多先知 跟他们说悔改的道 以及指出他们的罪恶 但是很可惜 如果当我们看回先知书 无论是小先知书 或者大先知书 在里面我们看到 很多神的仆人 都被当代的人去嫌弃 他们就像这里说 有不同程度的对付他们 打 凌辱 甚至是杀害 所以 其实 耶稣是藉指那些宗教领袖 一些不信的人 然后 圆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 末后又打法他去 意思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义子 不了 哪些圆户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拿着他 杀了他 把他雕在园外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除灭 那些圆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接下来 就说到 这个主人 就猜最后一个 来到这里 向这些圆户收租 猜他的独生袋子 这里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这样打法他 但那些人竟然 真是窮凶极恶 在前面已经杀害了那么多人 现在正在想 嗯 好啊 他来 他是要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了他 整个圆就属于我们了 这样 他们这个算盘 能否打得响呢 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那些宗教领袖 现在 我们已经去到耶稣 他在上十字架 剩下没有多少天 他们一直找机会 要杀害耶稣 最后他们就想 每个人都开始信耶稣 行神迹歧视了 不行 我们越来越被忽视了 我们可以在圣殿里 自肥做买卖 做很多生意 哎 这个人阻止了 不如杀了他 那些百姓以后 都是尊崇我们 继续进仗给我们 于是 他就想 杀了他 他们就可以拥有一切 这样的时候 但他想多了 就是 这个说到 葡萄园的圆主 最后 一定会起来 去除灭这群圆户 这群圆户 因为 他们是不相信 神的乙子 不相信 主人的乙子 是有权柄 他们这样去对待他 所以 这个圆主 就把他们 这群人 要杀了 然后 把葡萄园 给另外一群人 而那群人是什么人 就是 我们其他 相信神 是相信耶稣的权柄的人 无论是当代 和后世的人 那么 这个 百姓 我们就是因为 我们这群外邦人 就是因为 他们弃绝了 耶稣 而 外邦人 就是我们 就有机会 入到这个圆子 成为了 上帝的子民 所以 这是极大的恩典 但也看到 我们也要同样去小心 如果有一天 我们去摒弃上帝 或者去蔑视耶稣 不将神 当为神的时候 这个世界 没有人不可以被取代 不单是当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做了很多 违背神的事 他们会被 刁弃 但 我们 就算现在世代的人 我们信的时候 当然是好 但如果我们有些 对不起神的地方 一样可以被取代 一样可以被 刁弃 经上写着说 将人所弃的石头 已作了 防割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 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 没有念过吗 他们看出 这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要捉拿他 只是 懼怕八成 于是 离开他走了 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将人所弃的 头块石头 其实 就是指 当时 他们所弃的 头块石头 就是 做了防割石的 耶稣基督 原来 后来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他们弃绝耶稣 令到 后来 信主的人 耶稣 作为了他们的 信仰根基 即是 新约 我们所说的教会 就被建立起来了 这个 被建立起来 大家有没有想过 之前 耶稣没有说过 耶路撒冷第二圣殿 那里 预表了 他会被毁 而 后来 我们每一个信徒 我们心里面 都有神的殿 在里面 圣灵在里面 去管治 去督道 去引导我们 所以 这一道 头块石头 不信的人 当是 没用的 把他弃掉 信的人 确却 看为宝贵 而当他们听听听的时候 那些宗教领袖在场 他们都明白 耶稣根本是直指他们 所以 他们就想想 老修成路 想捉拿耶稣 但又怕百姓 怕百姓 什么 因为当时很多人 是拥戴耶稣 于是 他们就唯有 暂时退去 再找机会 好了 所以 今天 我们看到的 这段 圣经内容 我们就看到 我们生命又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的现世 或者我们所处身的教会 又是否一个 真是侍奉神的教会 上至领袖 下至 或者不是叫下至 每一个的信徒 我们 又是否真的 是神眼中 值得 继续的栽培 值得继续栽植的那些人 而不是那些 真是根本慢慢 因着种种的原因 去离弃上帝 或者去轻视上帝 或者甚至 在教会里面做些事 或者一些的决策 或者很多的事工 其实 都不是为了传人福音 而是 大家可能是一个 俱乐部 可能是一个 领袖他们自己的 各佔山头的地盘 或者 领袖很多种 譬如 如果你在某种事奉 你很有成功感 但是 又不想有更多人 兴起的时候 其实 是否代表 你是真是大了 你是真是只有 你才能做到呢? 这一切一切 其实 都很值得我们反省 生命是很简单的 就是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 我们整个教会 就有神那种形象 并且活泼起来 但是当我们的生命 就像之前所说的 那个无花果雪 在枯干的时候 整个教会的气氛 其实都好像 快要拉闸一样 希望我们继续思考 反省 我们与神的关系 今天到这里 到